补啥都不如补气血,分享一个忠诚药,补血强过四物,补气胜过黄旗,我知道你想补身体,但是你先别着急,补呢,可是个大学问,先说补什么,再说怎么补,那补什么呢?补什么都不如补气血,为什么这么说呢? 气血,气血,其实是两种东西,气和血,即是人体的基本构成物质,也是人体主要的营养和动力,我给你打个比方,你就理解了,我们可以把人想象成是一辆车,汽车要跑起来需要什么呢? 一个是电,一个是油,电和油是满的,车才能跑得远,那对于人体来说,气血就是这个电和油,气是动力,血是营养, 气血毒,人的身体才能够健康,衰老才会来得晚,而气血不足的人呢,会有什么表现呢? 天天没精神,容易劳累,稍微干点啥呀,就累得不得了,免疫力还低,平时有个变天换季,别人都没事,就你每回都中招, 这主要说的是气虚,那还有的人是脸色一看就觉得不健康,发白或者是发黄, 经常感觉头晕眼花,早早的就出现了头发白,手脚抽筋麻木的情况, 这呢是血虚的主要表现,但是很多人呢是气血两虚,脏腑得到的营养和动力不够,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,那么说到补气啊,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黄芪, 说到补血啊,就想到的是四五汤,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个忠诚药, 补血呢,强过四五,补气胜过黄芪,这个忠诚药就是内补养荣丸,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药物组成,其中当归熟地,川雄白勺是四五汤的组成, 主要作用呢是补血养血,另外配上了补血作用强的恶骄, 另外还有陈皮杀人和香腹,行气防止自腻, 再加上白毒,不灵,甘草,补养脾胃,脾胃是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, 脾胃好了,气血才能源源不断的产生,最后还有爱叶炭, 杜仲炭,养血温精,一亩草活血化鱼, 补气补血,养血还温精,尤其对于女性气血亏需和月顶问题,效果显著, 但是在这里崔医生也要提醒大家,涉及用药一定要谨慎, 如果你有需要,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用药。